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syst 今天我要来给大家实测我所有开架粉底液 我这个视频应该会分三天录完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我要先给大家来实测这两款粉底液 一个是Essence的Softesmose 另外一个是Flower这个牌子的粉底液 这两款粉底液我都非常非常地期待 而且把这两款就是作为就是同一天试 因为它们两个价格在那个药妆店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都是8块钱左右 所以就想先来实测这两样啦 然后我脸上现在是上了防晒跟妆前的状态 毕竟脸上就是有一点点烂脸 所以瑕疵会比较多 然后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就我脸这一块就是泛红还蛮严重的 然后脸颊这一块还有这一块的那个毛孔也比较的粗大 然后还有一些黑眼圈之类的 这两个粉底液呢我就一边上一款 然后这边就上这个Essence的这一款 给大家看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就真的跟那个慕斯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像 然后把它上在这个手上 我超级丝滑绵密 真的就跟那个慕斯蛋糕的感觉一模一样 我天呐就把奶油涂在手上的感觉 就把这条留在这里 然后等我化完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氧化情况 我的4号是13号Matte Porcelain这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它的妆效就是奶油质地的妆效 然后涂在脸上 遮瑕度其实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强 就是泛红其实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它那个就是细化毛孔的效果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上一层试一下 其实它妆感真的很细腻 真的就是那种奶油慕斯的那种妆感 这妆感我真的喜欢 而且它是雾面的 然后你看就是上了第二层之后就明显它的妆感就比第一层要厚了 然后就是跟我脸的对比也就出来了 但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等火会不会氧化 就是它的遮瑕度就明显上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看然后这边的瑕疵也就遮得七七八八了 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痘印还不是特别遮得住 但是在这个镜子里看的话 我觉得就遮瑕度可以达到七到八层吧 然后就是那种礼貌距离 你脸上的瑕疵其实并不是怎么特别看得出来的 这边我叫上这个就是flower这一款 然后我的颜色是 Ivory L2 然后它其实流动感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 但是也没有很强 它这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防晒指数SPF18 好奇怪SPF18 先弄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还是挺水润的感觉滑开 然后就是可以感觉到它里面的那种水分渗透到肌肤里 真的有这种感觉 它这款不是雾面的finish 它就是我觉得它这一款的光泽感很好 这一款是真的在镜子里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光泽感的 就是很雅光的那一款 然后这一款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有水光的感觉 干皮也很适合用 然后涂在脸上也是感觉就是细腻毛孔的效果啊 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瑕疵 然后这边的泛红 我觉得这边上一层的遮瑕度要比这边的这个essence的要好一点 我觉得它一层的遮瑕度就跟这边两层的其实差不多了 flower这边这个可能会就是氧化的会比较快一点 我们等会再看这两边粉底后续的氧化情况 我现在先去把我其他的妆容全都补齐 我今天的脸上不会上任何的定妆产品 然后到时候我会给大家两到三个小时做一次就是update 那我就去把我的妆给完成了 然后我们待会再见 好我补了一个眉毛 然后涂了一点唇膏回来 然后现在的时间是3点22 然后我们就算它3点半开始吧 现在我给大家就是对比一下氧化情况 然后这边是essence的 然后这边是刚上了 可以看出来它是有一点点变暗 但是氧化的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明显 接下来就是这个flower这一款 推开 哇 好flower这一款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买就是浅一个色调的会比较好 这个氧化程度也太明显了吧 我觉得距离我涂上去也才十几分钟 它就已经生一个色调了 这就有点太过分了吧 我们待会两三个小时后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5点32分 然后距离我上妆已经有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然后我现在来给大家做第一次的update 我觉得跟刚上妆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感觉这边的毛孔的遮瑕度没有就是这边的好了 就是这边的毛孔感觉有一点显现出来了 鼻翼两边也没有卡粉 遮瑕度其实也没有掉 然后这边也是 然后氧化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跟我刚上妆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边也没有再继续的氧化 然后这边上脸之后感觉它就没有氧化过 我觉得essence的那一款它不会氧化 然后这边是氧化到一定程度 然后就不太会 不太会继续氧化下去了 而且我觉得这边这个妆效就是更加的油亮一点嘛 我不知道这是油还是它的光 我觉得摸在我脸上感觉好像是有一点油吧 我觉得这边这一款就不适合油皮来用 因为它不怎么控油 你看这些光 虽然刚开始上脸的时候也有这些光 但是我觉得没有现在这么的强烈 我是觉得应该是出了一定的油 好啦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次update 然后再过两三个小时 我再给大家再update一次 我们待会儿再见 Hello 大家现在是8点25分 距离我上妆应该差不多有5个小时了吧 我现在来给大家做第三次review 就是这边还是没有氧化 我觉得essence那个粉底液真的是不会氧化 要么就是只有那么一丢丢肉眼 其实都不太看得出来的那种氧化 然后flower这个我上一次review说它是油光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看来应该不是油光 就是它粉底自己的那种就是光泽度吧 我感觉脸上也没有再出油 我本来现在皮肤就是中性肌嘛 本来也不是怎么太容易出油 但是这个光泽感维持的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还是纯雾面牙光的感觉 只不过我的额头太大 太反光 我从镜子里看其实它的那个就是遮瑕度 其实维持的还是蛮不错的 真的我觉得这两个8块钱的粉底 真的超级超级好用 真的值得去买一买 然后特别是flower这款 除了它就是氧化的会比较快以外 就是氧化这个问题那你就买浅一个色号嘛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对于毛孔隐形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这个哑光的会好一点 现在看上去 因为这个 这种有光泽的这一块 你毛孔本来就是凹凸不平的嘛 然后有可能就是会比较显你的毛孔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毛孔问题的油肌啊 还是去选这个essence这一款 它控油效果也蛮不错的 对 好 这就是我的第二次review 然后我们待会在三个小时之后 再给大家做最后一次review 然后我们待会再见啦 拜拜 hello大家 然后现在是10点33分 然后我来给大家做最后一次update 因为人老了实在是熬不住夜了 今天就只能做七个小时的粉底液实测了 其实我觉得这两款粉底液真的 我觉得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非常非常棒 然后就是flower这边 flower这边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出油 但是出油效果不是那种爆油的 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大油皮嘛 然后这边这个可以看出来 这边这个essence的这边 它的其实遮瑕效果从镜子里看还是很不错的 真的没有掉多少 然后但是它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没有刚上妆的时候那样的霧面 就是脸上还是有一点光泽感的在脸上 然后就觉得它现在这种妆效我是非常非常满意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状态的 然后而且脸 我感觉这边会比那个就是刚上妆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氧化 因为刚上妆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脸非常非常的白 但是现在就感觉还是蛮正常的一个肤色 然后flower这边呢 氧化情况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上脸之后那迅速氧化一下之后就没有变得再 更加的深了 这一些遮瑕效果的话 嗯 它的遮瑕力还是在的 但是就是感觉会掉的比essence这边要多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鼻翼这一边感觉 这两边 flower这一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点卡粉的状态 但是就是很轻微很虚微的那么一点卡粉 然后这个essence这款我是觉得刚开始上妆的时候会有点干 但是现在感觉状态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刚上妆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flower这边的妆效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到晚上持妆七个小时之后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essence这一边啊 虽然它刚上妆会对我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干 但是你出完一点点油之后会发现它妆效会比flower这边要好看一点 今天的这两款fendi就给大家实测到这里了 我明天会早一点起来早一点化妆早一点实测的 然后争取能到8到10个小时的实测吧 明天再见啦拜拜 大家好现在是第二天 今天我来给大家实测的就是the ordinary的这两款粉底液 一个是coverage foundation一个是serum foundation 然后我先说明这两款粉底液真的不适合油皮用 因为我买的时候当时我还是皮肤比较油的一个状态 然后而且还是夏天它根本就在脸上完全不吃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中性肌或者中性偏干的皮肤 我觉得这两款都还挺适合你的 但是油皮真的是渗入 现在我也是一边脸上一个粉底 然后这半边脸我会上这个full coverage foundation 然后它这两款foundation用之前都要在手上摇匀 它这个还有这种带有这种锁头的 然后出去旅游啊也挺方便带的 这个full coverage的这个粉底液呢 是有一定流动性的 不像就是其他的那种full coverage的流动性都不太强 它其实这个流动性还蛮好的 然后就说明它也挺保湿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妆感还是挺挺好的 然后遮瑕力 嗯它这一款是遮瑕款吗 我觉得它遮瑕力一层的遮瑕力有百分之六七十吧 这边泛红其实在镜子里看遮的其实蛮好的 然后它的这种还是有光泽在这个脸上的 它不是就是纯雾面的那种效果 就是那种光泽奶油肌的感觉 这边就是这个样子给它两边对比一下 看这个黑眼圈遮的也是挺好的 这边基本上都遮住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黑眼圈在这里 我觉得这边这个coverage的上一层的话 遮瑕力就其实挺够的了 然后我再用这个 嗯 Serum这款foundation 这也是要摇匀 而且这一款就特别特别的水 就出来的话就跟水一样流动性特别特别强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上了一层的效果 可以看出来就是这边的妆效会比这边要更加的薄透一点 然后再看这两边黑眼圈的对比 就好像这边会遮得会好那么一丢丢 可以看这个在脸上会留下指印 然后这边还好 指印的效果还好 就没有这边的明显 然后在这再叠加一点 看看能不能遮得住 把黑眼圈什么的都遮一下 叠加过后其实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就深了一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serum这款的遮瑕力 还是毕竟它是serum款 所以遮瑕力还是有点弱的 这就是全脸这边是coverage的 然后这边是那个serum款的 serum款的这边会更加的清透一点 然后for coverage的这款 就感觉妆感会比这边要浓那么一丢丢 我觉得用这两款的 Ordinary的粉底液的话 你就需要用那些定妆散粉去定个妆 不然的话它有可能会移位之类的 今天不会用任何的定妆产品 就光用这个粉底持妆一整天 看它一天下来的效果 然后我现在就去把我其他的妆容补齐 过一会儿再给大家来反馈这种氧化的情况 我现在刚上完底妆的时间是12点10分 我们待会儿再见啦 Hello大家好 我刚把妆容都给补全了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氧化情况吧 我这边呢是那个coverage的那一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样子 有一定程度的氧化吧 但是没有那么的明显 就是氧化了差不多半度到一度的样子 接下来是这边是那个sever款 也是差不多氧化了一度到半度 这个好像感觉 对差不多都氧化了半度的样子 今天这个粉底我会持妆差不多8到10个小时 然后所以我就每隔2到3个小时 就给大家做一次update 所以我们待会儿再见 拜拜 Hello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的3点54分 距离我上妆差不多快有4个小时的时间了 然后现在来给大家做第一次的review 然后我是刚刚去卫生间里的镜子看了一下 问题应该就在这个serum foundation这一块 我觉得它这块有应该是因为这个foundation太水了 就是太液体了 所以感觉这样子笑起来之后这个法令纹这边就 嗯也不算是基线吧就是会就是会有一道折在这个地方 但是是这里这个折里面是没有那个就是粉底的就感觉就是粉底移位了都移到边上去了的那种 遮瑶瑕还好 然后鼻子这边是我擦鼻涕的时候把它给擦掉了 然后其实这边遮瑕还还不错其实 然后光泽感也挺好的 然后来看一下啊 然后现在就是手印也不是很明显在这个脸上 我感觉这个底妆不带控油 然后这边这个coverage的这一边 本来上脸的时候会比这边serum的要雾面一点 现在感觉出油出的两边的光泽已经差不多了 嗯如果油肌的话还是要做好定妆控油的 然后这边的这个遮瑕其实维持的还不错 刚上脸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维持在六到七成的那种就是遮瑕的状态 鼻液鼻头这些的粉底应该是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擦鼻涕给擦掉了 这个小时的话维持度还是蛮好的 就是除了有一点泛油光以外 其他的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们就等下一次review的时候再见吧 拜拜 哈喽大家现在是7点7点17分 然后其实我上妆差不多有7个小时了 然后现在用镜子看一下我的脸 我还没有看过呢 然后感觉嗯这个得要定妆了 就感觉现在脸上就是油乎乎油乎乎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油光 整张脸都爆油的那种 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还是在这边 Serum Foundation这边 这边就有一条线一直在这个地方 它虽然就是出油 但是它所有的粉底好像还没有被溶掉 也没有浮起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边 而且这边的那个就是遮瑕度 其实掉是掉了 但是还是有百分之六十的样子在脸上 这边对就是这边 这边这个Serum的这一款 它的面部脸颊上面的毛孔会更加的明显 一点 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感觉不定妆的话到10个小时很有可能 就要变成猪刚裂了 好 我们待会再做最后一次update 我们待会再见 拜拜 哈喽 大家 现在是晚上的10点13分 所以我就戴妆了差不多10个小时了 然后我现在 房间的灯光其实并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拿镜子给大家看一下 说一下吧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 两边其实状态跟八个 多少小七个小时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边的这个遮瑕度会稍微的有一些降低 然后出油的情况就是 还是看上去还是蛮严重的 如果做好定妆的话应该就还好 就是这个法令纹这边的肌线还是 还是在的还是挺明显的 而且我是觉得他这种脱妆不会脱的就是很明显 不会出现那种斑驳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两款粉底液我觉得 嗯 性价比还算蛮高的 就是适合干皮用油皮真的渗入 持久力做好定妆的话也还行 然后遮盖如果你是瑕疵会比较多一点的话 还是买这个full coverage的会比较好 不用担心如果你是干皮 但是脸上瑕疵比较多买full coverage会不会干 其实不会太干 今天的实测就在这里啦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第三天也是就是粉底液实测的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我要测的是这个 Maybelline的这个fitme的这个粉底液和这个 理肤全的这个防晒BB 它的防晒指数是有spf50加的 好 接下来我就来上这两款就是粉底液 先用这一款Maybelline fitme 然后它这一款是这种长口的 然后所以有一点点不太方便 对中口就是很容易倒多 然后我最近皮肤烂脸 所以对就是粉底液的遮瑕 嗯 如果遮不住的话也并不是因为这个遮瑕 力不太够 是因为我是真的脸烂的比较严重 就是它虽然是那种mat的粉底液 但是它的那个遮瑕度并不是很高 就拉近看一下 一层的话这边的一些痘印啊 还有泛红其实都还挺明显的 就在镜子里看就是整个妆效也是很轻薄的一 一种妆效 所以我会上第二层 现在是上了两层的效果 然后遮瑕力就上来了 基本上在镜子里看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六七层七八层的那种遮瑕力 然后这边我就要尝试这款 理肤全的防晒BB了 给大家涂出来看一下 它就是属于那种没有流动性的粉底了 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好吧 没有太黑吧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它是有一定光泽感的 它不是那种纯雾面的 而且感觉它也挺轻薄的 但是它的遮瑕力会比这边这个 Maybelline的Feed Me的遮瑕力要强那么一丢丢 而且这边也是就是上脸感觉没有那么的干 它是比较水润的一个感觉 我们来再上一层试一试 然后这是上完两层的感觉 然后我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其实这些就是这些痘印如果不是拉得这么近的话 其实在镜子里看上去就遮瑕力差不多是有六七八成的样子 会比这边要遮的要稍微的好那么一点点 给大家看一下看得到吗 这边好像稍微的有一些些个浮粉的情况出现 但是这边就还好 相对来讲这两个妆效现在来说我比较喜欢这边 这边就感觉瑕疵就是毛孔抚平的效果会比较好 这边感觉这些毛孔 我这边的毛孔会比较大一点嘛 感觉这边就是它的那个粉底都渗进了毛孔 就是贴着毛孔这样子凹下去的感觉 就没有填平毛孔的那种效果 现在上完底妆的时间是差不多12点26 那么就算12点半 然后今天我也会差不多待妆8到10个小时 然后每隔两三个小时再给大家做一个update 我们待会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 然后我刚去补了个眉毛好简单的擦了一个口红回来了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擦的这个口红 这是我新买的一个YSL新出的这个212号色 就是这个黑盖的这个 然后觉得它超好看的 就是我心目中的番茄色 我刚刚去对着就是外面的自然光看了一下 我发现就是这一款李富全的防晒BB 妆感还是比这边的要厚重一点的 而且在我脸上感觉不吃粉 就是有一点浮粉的感觉在这一块 然后所以我觉得暂时现在在我心里 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就是氧化情况如何 首先我会先倒一些新的这个fit me的粉底液 我的心道的给它晕开看一下 所以可以看出来它是有一点点氧化的 但是并不是很严重没有到一度一度的样子 它就是稍微氧化了那么一丢丢吧 接下来再是李富全的这款我觉得不太看得出来 因为这款感觉我买的颜色就蛮深的 这个样子 这边氧化的要快一点 然后这边就是氧化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就是这个粉底液的氧化情况 待会过两到三个小时我再继续给大家update粉底液 在我脸上的一些情况 好我们待会再见拜拜 嗨大家现在是三点五时下午三点五时 距离我上妆大概有三个半小时不到 我现在来给大家做第一次update 然后我这边先看这边嘛 这边是上的是李富全的那个BB霜 然后这个我其实觉得这个粉感是真的稍微有一点重 而且还有就是它上脸之后 刚开始感觉还是挺水润的 然后光泽感也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上完这三块三个半小时了 然后感觉其实它这边还是有点干的 我就觉得这两边 好像这边还会有比这边干那么一丢丢 而且它这一款遮毛孔的效果真的不太好 它就是感觉你那个粉底就已经欠进了毛孔 就是你毛孔就是这种距离 就是我对镜子这种距离看自己的毛孔真的还是蛮大的 然后这边就还好就是这个距离这样子看的话 其实是看不到我的毛孔的 然后还有这个鼻翼这一边有一点卡粉这一块 然后但是这边还好这边其实它虽然干但是它 就是上脸那一会儿会就是感觉会有一点点卡粉 起皮一样的感觉 但是后面跟你出的油就是融合了一下之后 其实整个粉底还是蛮贴脸的 这两边的遮瑕度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遮瑕度 你看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这一块是我的那个就是毛孔 还是很粗大的 然后再看这边 就这边就小很多遮瑕度的话 这边的遮瑕我感觉是有一点点掉的 或者因为光线的问题吧 就是没有当初遮的那么的好 我这边的遮瑕力其实还蛮不错的 遮瑕力还好 就是三个半小时的持妆状况 然后我们就等差不多在三个小时以后 再给大家进行第二次update 好我们待会儿再见 hello大家现在是差不多快八点 距离我上妆已经有七个半小时了 然后我来给大家做第二次的update 这边感觉这边脸然后稍微出了点油之后 感觉更加的失妆了 但是就是毛孔问题真的是还是就是还在的 这边的毛孔会比这边的毛孔要更加的明显一点 然后再是但是鼻翼这边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鼻翼这边还是有些许的卡粉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呢就有这边就情况会好很多 但我觉得就是这边的遮瑕力是没有这边严重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边烂脸的情况比较的严重一点 然后这边其实还是就是维持在50%到60%的遮瑕力 然后这边其实遮瑕力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下巴这一块还是有一些浮粉的情况在 然后这边也有一点点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块的浮粉会比较明显一点 然后这边都还好 然后控油情况呢我觉得FITME这边真的是控油情况非常非常好 它现在还是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mat的状况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些油光就是毛孔问题会比较严重一点 好这就是第二次update的情况等会到差不多10点多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做最后一次update 然后我们到时候再见啦拜拜 hello大家现在是晚上的10点34 真的来干净给大家做一个quickupdate 然后我就要去卸妆睡觉了好困啊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其实都还没有变 这边问题就是这个就是这边这个就是在什么毛孔 还有这边就是有一点不吃妆的问题 这个不吃妆的问题的话相对于刚上妆的时候效果要好很多 但是它感觉还是不是会那种就是settle down的那种粉底 我觉得它还是会就是到处就是乱移 所以你抠脸啊或者都会留下印子 然后我看我鼻子这个地方就留下了几个就是那个指甲的印子 大家要用的话一定要做好定妆 它鼻翼这边还是会有卡纹基线的就是状况存在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块就是有卡纹基线 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手指抠的那个印子 这里还有 然后再看这边其实它并没有那种卡纹基线的感觉 但是我是觉得这边fit me这边它脱妆 到最后它就是这边容易出油的这一块 我不知道是我碰到了还是什么 只有它出油的这一块已经没有妆了 我觉得它控油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在这个脸上现在呈现出来的一个妆感不算是特别雾面吧 但是整体的干整体的妆感还是比较清爽的 这就是我的最后一次update了 然后我要赶紧去卸妆洗澡睡觉了 好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这期视频的话就请给我点赞 然后follow我的频道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了拜拜